大家好,我是居然森 然後現在呢 人在新竹 要去哪裡勒? 今天要去羅山領道 騎很多次車去羅山領道 但是每次都大概只有騎到3K多而已 上一次跟 CP層 拍機密去露營有開到9K處就發現 其實羅山領道後面的風景跟前面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要找一個時間點 再去挑戰一次騎車 去羅山領道 大家看得到嗎? 今天天氣還不錯 所以我想說 那就今天去吧 那羅山領道他會分南北兩線 我們今天應該會先去北線看看 看北線可以騎到幾K就騎到幾K 下山看時間點吧 應該 還是會稍微去看一下南線的 路況 我覺得羅山領道現在對我而言已經算是 輕鬆的路線了 也騎過不少條 領道 那我應該之後還是會找一個時間 騎車去羅山露營 畢竟 雖然有去路過但是 騎車跟開車的感覺還是不一樣 應該還是會 在安排時間 那這條呢 是122線道 上去啊 很多露營區 我最近蠻常跑122線道 跑這個地方 跑得比 北橫跟北移還要騎 因為現在還在修復嘛 所以我最近沒跑北橫 前天有一個超驚悚的新聞 就是 崇德隧道那邊的明隧道 突然崩掉了 他到底能不能 再過年前搶通 因為我看蠻多人好像 都有計劃 過年要騎車環島 泰骨格那邊也是 還在封嘛 那邊也是 一天只放心兩次 就變得很麻煩 很想要再走一次泰骨格 泰骨格那邊是好漂亮 十七度喔 感覺有點冷耶 好那前面這個啊 是 武峰大橋 我記得 到了這一條就是羅山道路了 這一條其實一直走就會 接到羅山領道 快到了 現在早上八點差不多 有一點小熱 因為他這邊都是比較陡的峭壁喔 所以其實沿路蠻有可能會有落實的 大家自己 假如說前往的話 特別是騎車 然後都有一些他山上的狀況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 躲不了啊 像羅山他前面 水源處那邊的峭壁也是蠻陡的 那邊也是比較容易會有落實的地方 過了那一段之後 其實後面羅山就蠻陡 不過他的路面都還蠻平緩的 沒什麼陡坡 然後也沒有峭壁 所以我覺得羅山就是 他是一個 你要 體驗清越野啊 還是你要 野營啊 還是要爬山都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好 好啦 到 正式羅山領道的入口 現在是8點半 差不多剛才騎了 兩個小時 那這邊其實是國有林道啦 然後 不能營火 營火60萬起跳 你可以使用 催具像是瓦斯爐啊 高山爐卡斯爐 但是你不能生火 因為生火有可能會第一造成 有味道會影響到當地的 生態 第二就是有可能你的 營火的行為啊 會有火星 有可能會造成生靈火災 到這種林道啊 就是沒辦法 點營火台 那也不能用 去燒柴的方式去 烹調你的食物 羅山領道前半部分呢 都是還有這種水泥鋪面的道路 那這個道路啊 基本上所有車種都沒有什麼難度啦 到 他那個由羅山登山步道之前都是這種 水泥路面 還算憑著開車想要來爬由羅山的話 不管是開車還是騎車 他的車種 沒有太大的限制 但是你要 過了登山口 繼續往後的路線 可能就稍微會限制一下 車的種 但是我覺得 羅山領道整體的難度還是沒有很高 他是一個很輕鬆漂亮RV的領道路線 來這種地方就是速度放慢啦 因為 會一些泥泞啊 就像你看今天天氣那麼好 地上還是會有一些水氣 泥泞 落葉 或者是 青苔 那還是有可能會造成你的輪胎打滑 洗車的話 因為你就這兩個輪子嘛 你就 小心為妙 前半段的路都還蠻簡單的 他這路撲面比那個司馬庫斯水泥路好騎太多了 騎來 進來之後呢 沒多久就會到了南線跟北線的岔路 那正常爬山的呢 跟露營的啊 都會走北線 北線可以走的距離比較長 那這條是南線喔 那南線他是 我有零經理管理的用 南線的路線比較短 而且南線很窄 所以基本上 南線不太會有人走 他自己有小 你假如說用路了 你要自行前往 你要自行評估 人身安全 所以南線我們 下山的時候再去看看 我們先走北線 看今天北線可以走多遠 OK GOGO 你看這邊又是正式羅山林到北線了 0K處 這邊的水泥鋪面就會比剛才再要 再爛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鋪 還是有鋪 但是這邊 很明顯你可以感覺到地面已經開得有點 濕濕的 而且都是綠綠的二張青苔 大概過了500K之後啊 就可以看到這種羅山最招牌的這個 山木林啊 這邊 就都是了 那左右兩側都會有 山木林 我上次跟CP層往後開發現 後面的山木林跟前面的 那個風格又完全不一樣 這邊跟那個蓬萊林到的差別就是 這邊的山木 就真的是 比較大顆一點 那個 蓬萊那邊的都 該油油的 有太陽還算溫暖 就是因為有太陽我才會 來這裡 不然真的 羅山林到 其實這個季節還蠻冷的 騎到一點 5K很近啦 騎 兩三分鐘就到了 超級漂亮 這段比較可惜的就是 因為這邊離路口太近 大家不會選在這裡紮硬 因為你在這裡紮硬的話 你會只有那種車子 進進出出很吵 哈哈 但我想假日假如說真的都爆的時候 這個應該也是會有人去搶 我覺得比較理想的是 5K之後 5K之後 都還蠻適合紮硬的 因為5K之後就 不會有登山客經過 然後 汽車到後面的機會也比較少 悠閒的享受 羅山林到野營的那個感覺 這邊就有點小小的 爛鈴巴 前幾天都好天氣 應該 後面的路框應該還行 2K 去 像羅山這邊 它的路框 是不需要放胎壓的 就稍微比原本的胎壓再低一點點起 會比較舒適 但不用把胎壓放到很低 快到那個 遊羅山的登山口了 這邊就會有 大家爬山的都會把車停在這裡 這邊視野非常好 阿蜘蛛絲 這邊視野超好 等一下來看一下 超漂亮的 啊登山不到的路口在那裡 剛剛這裡就可以 淡淡嗎 喔天啊 這爛泥巴 還好沒有很厚 呵呵呵呵 這邊的路斧就 只夠 一台汽車 但有些地方阿 都會有這種 可以會車的地方 所以你在扎影的時候 一定要去選一些 比較不會影響到人家會車的地方 哇 蘭泥巴 蘭泥巴 這有一坨大坨的 喔 腳收起來 淡淡的土卡 對對對 這裡還有一個取水點 這個取水點就一定有水了 3.5K這邊可以取水 天然吸水 他這邊大的時候阿 有一次我 來的時候 山上有下雨 那個大到水都已經抓到這裡 全部都是 超可怕的 今天只有這種 殘殘一點點的 所以像我們 上次來路 我們就是有自己帶 10公升的桶裝水上來 有的人就問說 阿野營怎麼洗澡 你要來野營你就 不要洗一天嘛 對不對 為什麼大部分的人 錄影不會選夏天 因為夏天你就比較容易流汗 那流汗的話就 野營也沒得洗嘛 對 所以就尷尬 所以 大部分都會選 不會太冷的 春季跟秋季 哇 KRV耶 羅克的 好讚喔 一個人錄耶 其實我有點不敢一個人錄 我每次都拖著CP層陪我一起錄 我好像每次都騎到這裡而已 然後沒有一個平台空間 那個地方也蠻適合紮影的 然後我每次都在那邊 休息之後 我們就折翻了 對對對 我每次都在 這個平台 然後就折翻了 所以 在往後就是 自己沒有騎過的地方 你只要在往後騎一小段 後面這邊就很漂亮了 可是我之前 沒有往後走的時候都一直錯過這邊的景色 我覺得很可惜 到這裡 手機的訊號就越來越微弱了 5K之後就沒什麼訊號了 5K之前還有一點網路訊號 我們上次在8K那邊是完全沒訊號的 5.4K這邊也是蠻多人會選擇紮影的地方 因為這個點啊 很適合非空拍機 就是 大家會把車 停在這裡 那空拍機就會朝那個方向往後飛 可以去拉遠景 這裡還有兩個 木頭的椅子可以讓你坐著 CF150 護理音 這邊是5點5 5.4 5.5K這邊蠻適合拍照的 而且 那邊可以錄啊 這裡也可以錄 這裡比較適合機車 汽車也是可以啊 稍微瞧一下 這邊好漂亮喔 過了5.5之後的景色又不一樣 風格 東邊的太陽剛上色下來 光線真的很美 那這裡有一塊可以錄影 所以其實5K之後就蠻多可以錄影的點 6K 6K在這裡 喔幹 所以說 這一陣子很奇怪 我剛才就差點摔了 中間因為 這邊是汽車為主嘛 那汽車它會開兩條刀 那中間就很容易淤積 水分啊 樹葉啊 泥巴青苔 那我剛才就是騎在中間這個黑黑的青苔上面 我速度沒很快就一直大概在10以內也是打滑的 剛才那個是TCS救不了 因為是整個側滑 還好我有拉回來 過了6K之後就會到石頭路面了 羅山的石頭路難度沒有很高 因為它的石頭不大顆 那比較怕就是有下過雨之後啊 因為它這邊的泥巴很深啊 那就有可能會吃 泥巴汁很多 像你看這裡啊 因為現在水比較消退了 你如果積水的話這邊是要過水的 而且都是泥巴 這邊的水坑就比較深喔 要跳一下路線 我要走哪一條 走裡面好了 我怕我走外面那條會帥出去 OK 洗擦妹妹 沒問題啦 哇 拍照拍照 這裡好漂亮喔 超美 你看這邊就 路面 比較原始 那風格 又看起來更棒了 讚 哇 這坑也太大了吧 沒仔細看 差點就要 這個會卡我傳遞啊 這個會卡我傳遞啊 兩個大洞 兩個大洞 超美 想拍一張 一直在拍照 嘿嘿嘿 這角度 光景應該不錯 看一下枸圖 好 讚耶 這個畫面真棒 喔!這個構圖超美的 開心!今天拍好多好喜歡的照片喔 我最早啊會騎機車旅行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騎摩托車 我最早是騎加QV2那那台車其實大家也知道就是那樣子嘛 啊因為我其實也不太酷車 我把它騎到縮缸然後騎了10萬公里喔 我從來沒有換過填叉油或是煞車油什麼之類的 我那台車變超難騎的 所以對我而言摩托車只是一個讓我可以隨時停下來拍照比較方便的手段 那我也是買了XMate之後才發現原來騎車可以這麼開心 慢慢比重才會變成騎車50拍照50 我以前也不太會拍車子就可能 有那種稻田啊或是夕陽的話我才會偶爾拍下我的車子照片 可是現在出門基本上我都要看一下這個點我可不可以拍車子 如果沒有不能拍車子的路的地方我可能就要想一下 欸有這麼值得去拍嗎我才會想一下齁 我還沒有騎到我們上次錄影的地方 嘿嘿嘿嘿 我覺得我已經拍了那麼多照片了 7K我們上次是在我忘記是7K到8K還是8K到9K之間錄影 反正有一塊超級大的附地 喔 GG 第一 落石小心 第二 大水蛙啦 喔 天啊 我走那一條 看起來外面比較淺 可是我是很怕摔出去我走裡面好了 我先看看啊 喔 這很左欸 到底多深啊 嘿嘿嘿 裡面好... 啊 算了啦 髒就給它髒了啦 呵呵 越野嘛對不對 我昨天才洗車 呵呵 撒 很深 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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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我輪胎吃水吃多少 嘿嘿嘿 好像也還好沒有吃很多 喔 那還好沒有到很深 喔 左左的以為很深 不會啦 我都騎X妹去百米領道聊K了 小問題 Go Go 好玩好玩 喔 這邊比較乾 這邊比較好騎一點 那這樣子其實 羅山領道假如你是開車來 好像不用到四傳車 一般的前驅車就可以進來了 沒什麼問題 重點是駕駛技術啦 因為這邊的路面其實沒有 那種很... 你假如說只是要露營的話 這邊的路面都還可以應付 不會有那種 沒辦法進來的地方 這一塊啦 我上次 跟CP層在這裡露營啦 7.5 大概這邊是快8K吧 8K處 這一塊我覺得是 整個羅山領道 腹地最大的一塊 我們兩個就 把這個站 喔 站下來超棒的 你看 這一塊超大的耶 我覺得這一塊可以停兩台汽車 摩托車應該可以停個五六台 沒問題 我們上次就在這裡露營 很棒 8K也沒什麼 我們實際上 露營的時候其實 整天下來 經過的車子不超過十台 羅山領道 露營最舒適的地方 你看這一塊又平又大 後面又有350 雖然空拍機飛起來的景 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你如果沒有空拍機的話 不管汽車還是機車 就是那個 推8K這一塊 機推 你看 你往這邊看也很漂亮 往那邊看也很漂亮 讚 我們那一次啊 就是 也不知道在哪裡路 因為第一次來嘛 然後 我們就開到底 看汽車可以開到幾K 然後再回來慢慢找 然後最後就決定在那邊 而且那邊 我覺得運氣滿好就是 其實那邊本來有 兩個機車騎士在露營 然後我們上山的時候 想說哇他們兩個站這個位置好棒喔 等到我們要下山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好像在收帳篷 我就去問 然後他們說 對他們要收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等他一下 隨便跟他們聊個天 聊了一下之後 我們就站到那塊地兒 超棒的 呵呵呵 真的是 來這裡 車一定會髒的啦 我不要想啦 好不好 水那麼多 肯定髒 我們那時候有考慮要不要在這邊 可是我們會覺得那邊有兩張 那個 木條椅 還是留給人家 爬山的人休息 而且那邊的地就沒有那麼平 然後8K過後的路就開始 又變更爛了 對 看得出來齁 呵呵 石頭路更不規則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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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S狂作動 8K之後的景色 就完全不一樣了 8K這邊的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又重的更密了一些 這邊的路就不會像前面那麼那麼平坦 這邊就會比較多 上下的起伏 只要說太陽現在位置高一點 那個灑下來的光線 整條會很漂亮 現在也太早 現在9點多 因為現在是冬季 太陽還沒有爬那麼高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 我要拍照啦 我受不了了 我預防抗給我 並不久 很輕微提供 旁你出發 ㄧ口 那麥子 吵至少 邊索 今天一直在拍照 很久沒有這麼頻繁的停下來拍照 羅山後面因為它這個路很寬 很好停,很好移車也很好停車 然後這個太陽灑下來的光線又很漂亮 拍個不停 因為像蓬萊那邊啊 它就是路幅比較小 然後車又很難牽 所以你可能這幾個點拍一拍 你可能就已經牽得很累了 8.5K 快要到我們上次 卡在一個斜坡的9K處了 有東西卡我車底了 爛尼巴 我要選左邊還是右邊 我看一下 看起來是選左邊好了 左邊有一個大石頭耶 幹 我要小心 幹你拿 啊我的鞋子 哈哈 這邊好滑好軟喔 我這邊要小心 不然我可能會摔車 我輪胎在滑動 超滑 哈哈哈哈 因為剛才那邊它 它有一點坡度 然後路面又很不規則 就變成說 你明明輪子應該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可是車子卻一直往右下方偏 呵呵 這邊都是這種路耶 幹 好所以 一般的二驅車啊 我剛才那個大平台那邊 就可以準備回轉 這邊 的路況就開始變差了 呵呵呵 呵呵呵 幹 一直滑 好漂亮喔 這個 這個光影超棒的耶 怎麼辦 我現在猶豫到底還不再繼續往前 後面路況越來越差了 我覺得如果是騎S妹 我或許還會想要一戰 騎S妹真的有點壓力了 呵呵呵 剛才那邊滑了一下 要過嗎要過嗎 我先喬好一個安全的位置 啊 啊 save 過了過了過了 超滑 呼 嘿嘿嘿 不行我至少要撐到 上一次我們 停下來的9點 9點多K那裡 這個比撩K還危險 因為 至少撩K的時候 裡面是 是固定的石頭 可是這邊都是會滑動的泥巴 就是說你一下去之後 你也不曉得 裡面的坡都 坡都到底是怎樣 然後一下去 整個車就側滑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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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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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我覺得騎插妹 在這裡最大的問題,第一是車重,第二是坐高 我踩不到地沒辦法控制車 然後,車子又重 就變得比較危險一點 他們在那邊停下來了 哈囉 我掙扎到這裡來了 輪胎好滑 我記得後面有一個土坡,好像有點難過去 對啊,就很怕摔下去啊 好酸喔,休息一下,好累喔 路上好心喔 掰掰 剛才跟 那兩位大哥聊了一下 他們都是 騎林道啊,然後還有爬山的 剛才那兩位大哥呢,他建議我 對台車不要去走南線啊 我上次就是到這個坡而已耶 上次 就是Jimmy怕翻車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往前一點 耶,我突破上一次沒有去的地方啦 這邊就變成碎石路了耶 這邊路況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邊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會有落實比較多 記得有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坑 對對對 對對對 到這裡有沒有 這我就不能過了 這個沒辦法過了啦 好不好 終點 噹啦 齁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沒辦法啦 好不好,這會下去耶 我之前有看他這裡還沒有攤這麼多的時候 還是有人會往後騎 好像可以騎到12K才會到底的樣子 那現在是完全 這個坡度齁 大家9K就要回家了喔 好 我也要回家了 這應該可以啦 回轉要挑一下位置 反正就會 要嘛倒車 要嘛摔下山谷 如果來排隊長林道啊 你再有自信齁 最少還是穿個長袖長褲啦 穿個可以保護腳踝的鞋子跟手套啦 至少你摔下去不會 直接皮肉傷腱鞋 那你如果預算比較多的 你也可以穿仿摔衣齁 或是 互肘互吸啦 因為 這些地方都是 你的皮膚組織比較薄的地方齁 這個孔的皮就是健骨的 會不會麻煩 呼呼 好滑喔 而且 這邊的坡度位置 把你往 山坡旁邊的方向 我覺得我這邊要下車牽 這裡太危險了 我這裡下車牽比較安全 至少我踩得到地 至少我踩得到地 OK 看 上山跟下山看起來完全不一樣耶 下山的感覺壓力比較大 你看這邊啊 因為它都是泥巴地加石頭地 那有時候你泥巴會滑 又路到石頭又側滑 所以 這個 騎場妹 遇到這可能蠻累的 這可能蠻累的 就讓我來 讓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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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蠻累的 靠近 所以 在這可能蠻累的 就是 爭蠻累的 那是 這可能蠻累的 它很像現在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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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猛 現在快接近中午了 太陽從比較上面的地方灑下來 這光線 光影的變化就比較多一些 現在拍照其實也是很漂亮 可是頂光我覺得 拍照可能車子會需要一些 真的很漂亮耶 I guess our dreams fell asleep There's no passion in the comatose Baby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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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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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ed so hard to stay and float You will keep moving like the river goes Baby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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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既然都來了 還是稍微看一下 南線的路口長怎樣好了 喔這個很high耶 我先下車看看好了 南線是中 荒野的路線喔 好high喔 這個XMate不行啦 這XMate太危險了 如果我騎SMate還敢進來 下一次騎SMate試試看好了 南線這個太high了 他 沒什麼 他就只有這個路線給你選 你如果車中了又踩不到地 這個真的蠻危險的 好啦南線下一次 交給我們的屎妹好不好 XMate你可以下班了 嘿嘿嘿 XMate XMate 我們 nicht 我們ISMate XMate 開滑